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历史小出生 在今天的江南造船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份清朝晚期江南机器制造局发给富兰亚的聘书 批认它为制造局的翻译官 正是因为这份聘书,富兰亚在中国一干就是28年 1840年,富兰亚出生在英格兰海德镇 1861年时,富兰亚以传教师的身份来到了中国香港 他刚开始从事教师工作 后来在学习完汉语后找了一份报社主编的工作 因为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对清朝政局评论性的文章 不久后,富兰亚被辞退了 正当富兰亚为生计发愁时 江南制造局成立了翻译官 聘请他为翻译官 徐寿、王德军、华恒芳、徐建盈等一批近代著名的科学家与他成为了同事 他们通过富兰亚了解了西方的数学、化学、物理、机械、医学等多方面的先进技术 当时江南制造局主要以军工为主 而富兰亚也将很多英语书籍都翻译成中文 供他们参考使用 富兰亚无疑为近代中国科学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富兰亚是一名传教士 但他却为中国翻译了113本科学著作 他被称为是传科学制教的教士 富兰亚在江南制造局一干就是28年 他的辛劳付出得到了清朝的肯定和认可 他晋升为三品大员 是近代少见的一位红顶洋人 富兰亚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 他说半生心血 唯望中国 多星西法 推广格志 自强自负 遗憾的是 一心希望中国富强的富兰亚 到死也没能看到中国的富强 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 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 1896年 富兰亚去到美国 在美国他开设了一家盲童学校 1928年时90岁的富兰亚 在美国去世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